今天的信息就是鼓勵大家 幫助大家 既然我們能夠這麼真實地經歷到神 神都能夠凡事祝福我們大家 我自己首先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以前不知道神可以這麼經歷 其實我信了耶穌很多年 七年也信耶穌 八三年做牧師 但是那時經歷神都是有平溫有喜樂 但是不像九百年時有個報道交為我祈禱 即時好像電流進來 即時有很大的愛 我真的愛上了耶穌 原來耶穌這麼真實 祝福我們 之後我祈禱 隨時一問耶穌就立即起落 並且一路祈禱 敬拜 讚美主 為人討過 很多人就經歷神 神原來就是這麼真 想跟我們有密切關係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耶穌這麼好 我真的想祝福我 我發覺耶穌祝福我很多人 大家可能有些人會難以相信 我現在六十五歲半 六十五歲半 但我不用帶老花眼鏡 有些四十幾歲都說 你看這些細節 我說是沒什麼問題 你愛主的人 神可以給我們健康的身體 可以有肌肉 我打球是很厲害的 很多人都會說 你可以這樣跑 可以這樣打球 而且整個人都是健康的 都是輕鬆的 開心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 有耶穌祝福是這麼好的 給我的朋友滿天下 你想看你的朋友滿天下 很多朋友 很多真正對你好的人 我又真正對人好 我經常對人好 神又經常祝福我 並且神會跟一些人說話 祂說你跟耶穌師學習 學他的生命 神是知道的 並且有七次人 不同的人七次 未認識我 發夢 有一個人是祈禱見到我 神是會這樣去證實 去印證 神是愛我們的 如果我們走神的路 神就會在你心裡中有印證 很奇妙的印證 在我心裡有很多奇妙的事 我想說什麼 你的生命都有很多奇妙的事 當你跟耶穌 你和旁邊都說 你的生命都可以有很多奇妙的事發生 好了 在這裏 我們看看主題 神能夠在所有需要的事上幫助我們 人有很多痛苦 其實都是由人而來的 很多開心都是由人而來的 不過很多痛苦 由丈夫 太太 子女 父母 父母 還有周圍的朋友 都會有時候 因為人就會傷害人 所以帶來很多不同的不開心的事 大家看在這裏 人們會吵架 是不是 吵架之後會怎樣呢 有時候吵架的關係會冷淡 冷淡是怎樣呢 有些說到婚姻 其實有很多人結婚 未結婚就很希望 將來結婚很幸福 但有很多人在婚姻裏面是很冷淡 並且大家的關係很可憐 並且大家真的覺得很痛苦 是忍受婚姻 所以耶穌呢 第一就是耶穌會幫你改變 然後跟著你慢慢醫治你的家庭 還有我們都有婚姻的輔導 在教會裏面可以有婚姻的輔導幫助大家 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滿意自己的婚姻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我二十多歲就可以結婚 即是結婚的條件是二十多歲 就是不可以結婚 不知道呢 原來很多人是沒有準備好結婚的 是不懂得 不懂得怎樣有婚姻的生活 他懂得結婚 結婚的過程是懂得 但是呢 怎樣有開心快樂的婚姻呢 是不懂得的 為什麼呢 男和女是很分別很大的 因為男呢 就不太體重 溝通啊 愛啊 聆聽啊 但是這些是女性很想有的 女性很想丈夫聽她說話 關心一下她 呵護一下她 但是男性呢 主要是想做事 即是比較多是想做事 所以她追求你呢 是一個project來的 是一個工作來的 當她得到你的時候 她就已經很 我已經得到你了 我們結婚的人 我都在家裡就可以了 那你想期望什麼呢 所以很多女性有期望 她結婚之後 每天看著我 對我笑 抱著我 親一下我 擁抱一下我 關心一下我 我有不舒服她會關心 但是發覺很多時候 她不懂得這樣做 其實她需要給耶穌改變 需要學習 她才會懂得我 而女性呢 因為很想得到愛人 而有時候就會失望 就會很激氣的動作 所以 分析裡面造成很多問題 因為很多人 她真的不懂得怎樣處理問題 不懂得活在神的愛中 所以很多人呢 都在痛苦之中 另外呢 就是 有時候被人罵了 被人罵之後呢 就會容易發怒了 容易發脾氣了 即是我們被人罵的時候 就越想越煩了 越想越煩了 越想越煩了 變得低沉 其實香港現在很多人 有情緒病 情緒不開心的人呢 有多少呢 如果說情緒不開心呢 真的很多很多 多得很厲害 很多人呢 你每天 是開心 好開心了 今天 新的開始 甚至於說 哎呀 又要做工了 哎呀 又要做這件 又要做那件 上班又有些人 有時候對我們不好 在家裡有些子女 又不聽話 是不是會有很多人不開心 其實呢 做人很多時候呢 在家庭 在周圍 都是會有些不開心的經歷 真的開心的人多不多呢 好少好少 但是我告訴你 我一起來就開心 為什麼呢 神是可以這樣經歷的 我一想耶穌 我一想耶穌 你會看到我笑出來 是自己笑出來的 在裡面湧出來 就是神可以跟我們這麼親密 如果我借先 一些人在祈禱的時候 他可能即時感受到平安入地 就是我們可以有神的同在 住在他裡面 就是很多人對於神的觀念 是神很遠很遠在天上 沒有想到神就住在我心中 一祈禱 我是即時 現在我在說話 我馬上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神的開心在我裡面 神的愛在我裡面 你都可以的 一步步 這個不是一歲耶穌立即得到的 這個東西是要盡心的 要一路日日親近神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喜樂 即是說這個是可以進步的 但是很多人的確很辛苦的 還有小孩子不乖 是不是很苦惱 很不開心 那也都是很多父母 因為子女不乖 變得很激氣 又打他就激氣 但是變得失望 而且很多時候 大了 他們會很反叛 很反叛的時候 真的很難搞 甚至小時候都學到反叛 那時候好像覺得 真的做人很難 教育子女很難 所以耶穌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耶穌小時候 你就可以帶他回去教會 學習耶穌的道理 以及他被耶穌改變 如果耶穌改變 你可以為他祈禱 我會一會跟大家說 怎樣為人祈禱 他可以經歷到聖明 經歷到神的同在 然後他覺得耶穌這麼好 那麼舒服 他會愛耶穌 愛耶穌 一邊帶他去信耶穌 跟從耶穌 他就會乖很多 他知道有個神 有什麼事你帶他 讓他知道有個神 真的會幫你的 還有 神會幫人讀書好些 幫人聰明智慧 我想分享一下 你聽我彈琴 有些人以為我很小 但其實我是很大的學琴 我學了多久 學了幾個月 很快 是的 不過我跟老師學習幾個月 我練習就練了很久 但我現在都不練了 因為我現在沒有時間去練 但神會教我怎樣彈得更好 神教我很多東西 即是說 當你的子女都會有耶穌 他會學習更加聰明 更加醒目 更加有愛心 即是你整個生命 不僅是永遠在天堂 今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 很多人覺得沒有速度 真的好像被一個龍困著 丈夫這麼難搞 太太這麼難搞 子女這麼難搞 好像沒有速度 好像前面是迷惘的 但耶穌會為你開路 你說耶穌怎樣開路呢 耶穌是掌管一切環境的 那你說是否我今天睡耶穌 今天回去的老公立即好呢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需要改變 因為人未必聽神的話 但是神會給你開路 開路之後你會經歷很大的祝福 我發覺我生命是怎樣 我無論哪一方面神的祝福 真是任何一方面 包括健康 包括人際關係 神的供應 神給我的恩賜財能 每一件事都是最好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跟從神是最好的 你跟我一起說 跟從神是最好的 一定有出路的 幾困難都好都有出路的 好了 我也想說 人有困難有負面情緒 很多人說 一天負一天都是不開心的 就是說你 哎呀 子女好煩啊 哎呀 丈夫太太好煩啊 當你這樣煩 你將來不會改善 你不會說 哎呀將來又開心 你將來又想回 又是怎樣 就是重複 而不懂得處理的時候 是很煩的 而世人怎樣處理呢 去吃點東西 去玩一下 找朋友聊一下 聊完又是差不多 但是呢 耶穌真的會將你的重複釋放 所以有些人提到 都說 心會比較鬆 真的呢 神可以叫我們 心會比較鬆 我們現在說一下 神是怎樣的 很多人說 神都看不到 神做的事都看得到 大家不知道他吃菠蘿 那些香味 我想說 我試過去夏威夷 吃那些新鮮菠蘿 是很不同的 那些味道是很不同的 真的呢 我未吃過菠蘿 那麼好吃 就是 它有一種香味 真的呢 其他地方我吃不到 那呢 還有呢 例如芒果 芒果那種質感 還有那種香味 也都是很特別的 其實很多種的食物 這個荔枝 我們中國人有的荔枝 很特別的 中國出的荔枝 蝦 蟹 魚 都是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好味 神是一個最好的甜味師 祂會做那些食物出來 是最好吃的 如果不是神設計 你多好的廚師 你都會做到好東西 但是神會做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是出於什麼呢 出於愛 神想我們享受生命 所以祂會做很多種不同的好吃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好吃的東西 神愛我 所以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那你就說 真的好 原來是神這麼愛我 另外我看到神愛就是母愛 我想這裡有很多媽媽 你會想念你的子女 是不是 你的子女 會不會你試過一次 留了她在街上 不知留在店裡 在她的孩子 找錢的時候 拿錢包出來 放下她的孩子在桌上 放下了 不過現在她的孩子 不是抱的 現在是推車的 以前抱著 然後找錢 走到她 忘了她的孩子 死了 豬肉圃還是牛肉圃 在菜籃 會不會這樣試過 有沒有試過 不會 你一定會想著 如果你要上班 你的孩子在家有病 你都會回家問一下 現在怎樣 你會很想著她 神做媽媽 真的有很強烈的愛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的 是自然有的 但不僅是人有 神做很多動物都有愛 你看到動物的溫馨 你看到動物 真的 你看到 動物都會這樣愛 如果任何動物 她照顧她的孩子 你把她搶的孩子 你一定是 她跟你鬥過 就算是一隻小鳥 你知道有些小鳥會 有些小鳥會嚇人 有些人走過一棵樹 那些小鳥不斷嚇人 飛過來嚇人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鬥在那裡 她會嚇人 就是她會保護 這個圖 大家都說 鱷魚 鱷魚不是燃血動物 但是鱷魚生了的寶寶 是很奇妙的 鱷魚的過程是神將無外放在牠裡面 牠要生寶寶 牠知道擠了一個地方 有水 然後近那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牠可以挖個洞生蛋 鱷魚找了一個地方 生蛋 牠就會在水裡 兩三個月 沒有吃東西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鱷魚在那裡 沒有人走去那裡 平時鱷魚躲起來 但牠經常都挖在那裡 每隻動物都知道 沒有人走來 所以沒有動物走來 所以牠沒有東西吃 牠一直餓 而且牠要升高頭 看著那裡 有些烏鷹走來咬牠的眼 牠的眼睛會紅 腫了 然後到那些鱷魚出聲 那些鱷魚的眼睛會出聲 因為牠的眼睛會呼化 牠就會咬咬咬 因為我喜歡看那些動物片 看動物片 我看到神的創造 聽到牠咬咬咬 牠走上去 爬爬爬開那些泥 然後爬蛋出來 然後呢 牠一隻放在口裡 那些鱷魚的眼睛很厲害 哇 很厲害 牠稍微大力一點 那隻鱷魚仔已經死了 牠會一隻 牠不是一隻 牠單而一隻 牠又 又撞第二隻 哇 是不是很危險 牠會擔幾隻 下去水 又上去又擔幾隻 下去水 即是鱷魚都會有 這麼細心照顧 牠的子女的心 這就是神創造 在這個世上 有這麼多的人和動物的媽媽 照顧牠的子女 就是因為神本身就是充滿愛的 那神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 神講了真是做的 神會醫好傷心的人 這次在領敬拜的時候 我都看到有些人在哭 神就是會安慰人的心 很奇妙的 因為神的同在很奇妙 大家將來都可以有神的同在 你在唱歌或者為人祈禱 那些人都得安慰 你會看到很多傷心的人 我想問大家 香港有很多傷心的人 很多 很多不開心的人 很多不開心的人 需要耶穌的醫治 你都想見到他們更開心 被安慰 我真的見過很多人 被安慰被醫治 甚至見過大男人 我曾經做一次報道會 那次報道會有些新來的人 其中一個是一個男人 他穿的西裝是很漂亮 我從來沒見過西裝的材料 是有凹凸的波紋 這段西裝的材料 是有凹凸的波紋 是很漂亮 看到他是一個有錢的人 當我祈禱的時候 他就哭 我問他有什麼經歷 他說我覺得 好像有電流進來 還有感受神的愛 他即時接受耶穌 即是在罪患裡面 幾個人都即時經歷到神的同在 這裡說到神是醫好傷心的 我一起讀阿以賽的書 差眼外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老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來留來是悲哀 這裡說到神醫好傷心的人 真的有很多傷心的人 一期都送回 還有報告被老的得釋放 因為一個人很多事情 被一些煩惱、困難、人際問題 捆綁著 做人很慘 神會釋放你的 我試過很多不同的情況 有些不同的釋放 我講一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的丈夫離世 她很傷心 那時候我就有教琴來傳呼音 我就教琴 她就來學琴 第一堂一 第一次來 然後我跟她祈禱 她祈禱 她不單止不憂傷 直接開心到笑出來 她裡面的開心湧出來 就是神可以這麼真實 我也試過 有一次有一個人 十九年狂躁抑鬱症 十九年 十九年她形容怎樣 因為她生了嬰兒之後 又產後抑鬱症 一直沒有抑鬱症 她就與梳化連為一體 她形容 她一聽到我的祈禱會 她就走來 她說與梳化連為一體 經常都不開心 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她最初我說的 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她就來到聚會 然後我們就為她祈禱 祈禱了之後 她說整個人鬆散 又開心了 真的整個人開心了 還有她跟著回家 她又看到很光 整個天都好像光了 然後她去買菜 忽然間有動力 我沒有叫她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她 是十年沒有煮過飯 我沒有叫她去煮飯 她自己去買菜 她自己回去 這麼精神 不如買菜 她平時回家 坐的士照片 斜路 她這次走回家 她的家人 看到一間很詫異 可能會十年 你想想十年 如果現在 2017年 10年之前2007年 10年之前 一直沒有煮飯 忽然間煮飯 很驚訝 神可以這樣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起落油 真的有人會開心 在我的聚會 我見過很多人起落 很多人經歷起落 憂傷的得起落 大家想不想開心 想 你是有耶穌 跟耶穌有親密關係 你隨時 神的愛 神的喜樂 我隨時一看耶穌 那些開心 已經湧流 在裡面 我感謝耶穌 還有勞虎擔重擔 有沒有背著重擔 可以變得輕鬆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煩勞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 我就使你回得安息 煩勞虎 總之是勞虎擔重擔 什麼都好 不要緊 其實因為我在網上 放了很多影片 如果大家在網上找 葉穆斯 在YouTube找葉穆斯 在Facebook找葉穆斯的目 當你找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的影片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找我 很多人的見證 因為我放上去的影片很多 所以很多不同的人 有癌症 有各樣的疾病 有煩惱 家庭問題 情緒問題 精神病 什麼問題都有找過我的 神也是會幫助 神真的很厲害 神真的很想幫大家 輕輕鬆鬆 你想輕輕鬆鬆做人嗎? 神 你想輕鬆做人 還是很重 唉呀很重 唉呀 唉呀 有沒有試過心重到很聚著 壓著 頂著 那又是否真的這麼真呢? 上網看那些影片 你會看到很多很真實的作為 也都一會兒我會再為大家祈禱 還有 剛才祈禱也有些人 覺得真的即時輕膽 好了 很重要 神也是醫治 但醫治 很重要的是耶穌射罪 這件事很重要 為何需要射罪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家庭有很多問題 是因為什麼呢? 自私 吵架 脾氣 不關心人 這些其實都是罪 這些就不是犯法 有些人經常想 為何基督徒說犯罪呢? 我們不是說犯法 我是說 我們有沒有犯法 我們有沒有犯過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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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貌氣 罵人是蠢 罵人是蠢 罵人是沒有用 使人罵完之後 不單止臉猛 是覺得人沒有價值 神就是利民 真的四名我一起的罪 我一起讀這個經文 以赛书53章5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抹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耶稣钉十字架和受苦 代表我们三样的果函 第一是为我们的过犯 受害 我们的犯罪是要受罚 因为神是慈爱 但神都是公义和圣诀 有罪一定要受审判的 其实呢 很多民族都知道 神是审判的 譬如在中国人 他们都会说到什么地府 又要什么 那些惩罚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个东西呢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 有些死过去过地狱 有些打坐灵魂出血 去了地狱 回来说 其实的而且确是有灵界 有天堂和地狱 不过这些人去地狱 就不是去天堂 所以耶稣的人 他们离世 有些离世后来回来 神给他们回来 他们真的上去天堂 有些人去地狱 发觉 很恐怖 因为要受懲罚 我们感谢神 耶稣代替我们受罚 譬如说 假如你犯了一法 要罚很多佛金 的时候你负不起金 接着要什么呢 要坐牢 如果我们犯了罪 蒙得到社会 就要永远在地狱出不回来 因为神是公平的 他不能够当有罪的为无罪 譬如说 假如有个人 譬如去你家 搶贴你的东西 侵犯你的家人 伤害你的家人 后来 法官说 无罪释放 你会觉得 我搞错 你会觉得 我搞错 他来我家 搶了我的东西 伤害我的家人 无罪释放 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我们觉得应该有公义 同样在神里面 都是有公义公平的 有罪的 断不留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一定要受罚 而耶稣为我们受罚 耶稣是唯一有证据的神 真是有很多证据 证明祂的真实 而唯一是为人的罪而受罚 叫我们能够得到赦免 得到释放 耶稣真是非常真实 又非常爱我们 要说到三个东西 一样为我们过犯受罚 就是赦免我们的罪 赦罪 第二是什么呢 叫我们得平安 这是心灵医治 叫我们的心没有平安 第三 还有一个很奇妙 就是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 耶稣和所有任何宗教 创办不同的地方 耶稣未来 圣经已经在创世的时候 已经说定祂要来 不同的先知 耶稣说定祂何时来 是哪个后代 哪一个时候来到 祂会来做些什么 祂为何被人钉十字架 而当时没有钉十字架 一早就预言了 耶稣是唯一 未来到世上 圣经预言祂要来的 然后祂来了 应验圣经的预言 耶稣行的神迹 全部的人得医治 而我们今天奉耶稣命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 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神 而这里其中一样 就是说到耶稣受的鞭伤 全能的神 居然为我们被鞭打和听神 罗马那些鞭是很特别的 其实神让祂的儿子 耶稣也是神 但是祂是三个一体的真神 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 耶稣为我们受最严重的惩罚 有最羞耻的情罚 祂是被人鞭打 那些罗马鞭 一条鞭分开很多条 就是将那些皮 分开很多条 小条 然后每一条绑一些金属 一打到那些肉 是立刻将那些肉 立刻抓开 立刻将那些肉打开 所以是很痛苦的 耶稣就为我们受鞭伤 叫我们得医治 真是很多人祈祷得医治 我曾经试过 岩正祈祷得医治 有一个人在我宣教的时候 他是从远的地方来的 他来到他又告诉我 有远了 医生已经见了 我跟他祈祷的时候 祈祷的时候 祈祷轻散仗 放松了 他祈祷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黑色的东西 离开他的鱼房 有一种力量离开他 然后他就觉得松了 松了之后他觉得开心 开心之后 他就不痛了 痛了一个多月 后来回去医生检查 医生说那些癌症已经避养了 也试过 膝头痛了十年多 走路很痛 买任何的鞋 即是很贵的鞋 都医治不到 医生医过都医不到 但一祈祷的时候 居然是 他立刻觉得舒服 然后再祈祷 后来是医好了 有一次 我们的聚会在十四楼 他居然走上去 那次没有升降 他走上去但不痛了 看得很奇妙 他也手振了四十年 手振了四十年 又好了 其实在我见证里 我说了很多见证 其中一个人 他的腰骨痛 是有些钉在那裡的 他的丈夫要用的手肘 他会把他的腰部和背部 减少他的痛苦 但在祈祷的时候 他即时觉得很痛 即是神是很真实 因为耶稣受了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耶稣是能够凡事祝福 但是我想说 不是说 你有耶稣 全部什么病都没有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人总是会有他身体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日 都会离开世界 但是神的 而且我有很多病 他是医治的 OK 这里讲到浪子的比喻 浪子的比喻 在圣经里面讲到 你看他要遏住 他本来是一个有钱的人的儿子 但他要跟爸爸说了遗产 然后他就离开 但是他用了钱 结果他要遏住 他要不要插 这个情况是形容什么呢 好像我们 我们有很多人 都是好像一个浪子 因为很不开心 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困难 这个经文就讲到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方十不着》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大泪去 身为怀怨 他父亲渴见 就动念慈心 考虚抱着他的颈寒 年年与他亲嘴 儿子说 本来我得罪你天 又得罪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清为你的儿子 这个儿子 他想着 要跟爸爸说 我得罪你天 又得罪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清了你的儿子 他回去 没有想到 他的爸爸会接纳他 他想到 他就回去做奴隶 但是谁知道 他爸爸看到他 就拥抱他 这个就是说到 神就是这样的 神在等着我们 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是 祂子女 是祂所做的 每个人都是祂子女 祂很疼我们 祂挂着我们 而神是真的 那些爱 是世界上没有的 因为世界上的人 很少有真爱 所以很多人 很难相信神的 大爱 但我经历圣灵的大爱之后 我就知道神真的很真实 那次当这个葡萄家为我按手的时候 那种爱 我形容给你听 真的那种完全被接纳 很舒服 很轻松 很感动 我哭了很久那次 我真的不知道 神的爱可以这么真实 神也是这么想 你真的来到祂那里 得到祂的恩怨和恩怨 让你活得不像狼子 那么辛苦 那么凄凉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不配清做你的儿子 但他把父亲用行道 就一起说 父亲他奔赴无人说 把那上我的葡萄 快拿出来 给他穿 把戒指戒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洞牵来宰链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复 身而失而够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然后他爸爸又怎样呢 因为他觉得不备折乐 但他爸爸立刻将个袍子 将个鞋给他 并且将肥牛洞给他 并且说 一起做什么 一起快乐 神就是欢喜快乐 一个罪人悔 天上都为你欢喜 天上欢喜 你都会欢喜 你真的会觉得一种开心 涌流出来 当我记得 我在七零年信耶稣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有很认识耶稣 但我说耶稣是真神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我一说信耶稣 我心里立刻 涌流出来 就会开心出来 而我们今天有经历圣灵 为你祈祷 你真的会经历到更大的爱 更大的平安 你保持 你就可以跟神 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那这里说到 他说 我儿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有得的 是其实 真的 生活是很惨的 是很大压力的 你的生活是否很大压力呢 是否有很多烦恼呢 耶稣真的可以叫你开心快乐 叫你重新得到欢喜快乐的 好了 我们今天 在这个时候 我就 就是给大家听到 神这么爱我们 神在我们所有的问题 帮到我们 虽然我们可能 可能 家里有吵架 所以变了很多问题 但是神是会帮助我们 或者婚姻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子女有问题 神都可以帮到我们 神是一位 真是保持爱的神 我们看到神是这么美好 神这么关心我们 就是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 神都认识 每一个 神都想帮你的 这张照片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 我这个摄录机 因为它自动会拍照 它会看到我的表情 有些笑 有些好的表情 它就自动拍照 你看到我呢 很开心 很轻松 我想告诉大家 我小时候 在家里有很多吵架 我发漠夢 我又梦游 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但是神 是将我完全的医治 我希望大家 当你听到耶稣这么好 这么真的时候 你真的说 耶稣 我需要你帮我 我需要耶稣 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需要耶稣祝福我 让我活得开心快乐 大家想不想活得开心快乐 整个生命 是真的做人 让我知道我是人 记得上上诗说 让我知道我是人 活得一个人 其实有很多人 他活得是真的辛苦的 被压逼的 被压制的 是不开心的 是苦路 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耶稣可以将你完全改变 可以赦给你的罪 可以赦给你的罪 你的生命一路一路提升 在我小时候 我不懂得笑 在我中二或者中三 我不记得那一年 我在黄仁书读 我读书的时候 也参加黄仁口琴队 黄仁口琴队 是整天拿冠军 我在这三年都拿冠军 有一年我们出来 他们叫我们两队 头那两队上台 他就会宣布哪一队是冠军 当他宣布黄仁是冠军的时候 我的同学每个都跳起来笑 但我当时是不懂得笑 我不是说没有笑 而是我在那个情景上 我不懂得好像很开心 我不懂得表达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都不懂得笑 当时我见到他们 我很羡慕他们 他们那么开心 那么兴奋 能够表达 他们在那里跳 我就在那里摸着他们 即是说 我是一个这样的环境长大 但是神可以将我改变 成为一个轻松的人 以前发恶梦 我去最严重的时候 我在梦中 起了奉墙 起完奉墙 我发现我在墙里面 然后我很害怕 在梦里面 我就用拳头打 结果是打穿了那墙墙 因为那墙墙不是香港 在外国 那墙墙是轻一点 即是打穿了那墙墙 即是会发恶梦 没有发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神可以完全的医治我 你想耶稣医治你 释放你 安慰你 让你的心平安 你今天呢 我们跟你祈祷 你都可以越来越轻散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大家 真是说耶稣 我需要你 我想你拯救我 我想你更新我的生命 你想了你就 举你的手 你阿神 我想你 拯救我的灵魂 拿走我的烦恼 拿走我的重担 让我今天就轻松 让我今天就得到神的爱 你一起 我感谢主 你们这么愿意 这么快 立即就举手 你跟我一起说 然后我们再邀请你出来 为你祝福祈祷 你黑了眼 黑了眼 亲吻天父 我多谢你 因为你是安慰的神 你是关心的神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无所不在的神 你一个持续环绕我的神 你很想祝福我 你很想安慰我 拿走我的烦恼 拿走我的重担 我感谢你耶稣 我知道 当我亲吻你的时候 当我讨告的时候 我可以经历到你的平安 你的轻松 你的爱 我多谢主 刚才也有朋友 马上经历到神的平安 和轻松 让我知道耶稣是真实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承认我是有骂过人的 令人伤心 令人失望 有说谎 有贪心自私 有利用人 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 我亦都没有全心敬拜真实 求耶稣赦免我 多谢主耶稣 你爱我 爱到为我钉十字架 你爱我 甚至忍受最大的痛苦 被罗马兵边打 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些衣服都除了 为我们承受羞辱 为了赦免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多谢主耶稣 你更爱我们 天父你更爱我们每一个 我们愿意真心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求耶稣入我的心 做我的救主 将永生赐给我 在这一阵我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马上就得救 马上就成为你的儿女 马上就有永生 马上就开始领受祝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成名 阿们 感谢天父 大家会真心地求主耶稣赐别人的罪 你有的时候 耶稣马上请救你 感谢天父